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麦全道 我们又回到一个星期一次的主义学课堂 这个星期天气开始回暖 感觉到一早一晚都已经没有再好像真的冬天的时候 新年春节的开始慢慢就开始温暖 但我们都记念到德州大风雪当中 有很多灾民在困难的里面 虽然我们美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但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设施未能完善 希望在当中的人有智慧 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亦藉着一些天灾一些事情 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多么渺小 我们真是能够只可以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今天在我们课头开始的时候 我们低头向上帝去祷告 我们寻求祂的怜悯 天父上帝主多谢祢恩典 给我们有新一日的开始 我们有新年的开始 有更新的盼望 求祢就帮助我们 让祢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在祢的说话里面 被祢更新 被祢改变 天父我们为到我们仍然在面对这个肺炎的疫情 我们向祢祷告 求祢加添我们的力量 帮助我们 我们仍然在这个病患的里面 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牺牲了性命 损失了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自爱 天父我求祢都去怜悯 去安慰他们 也都求祢帮助我们 当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 开始有这个疫苗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的不单止是将我们的既望 放在这些疫苗这些政策身上 我们仍然都要将我们的心归向你 我要看见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软弱 天父我为到德州的风灾风雪的吹杂 令到很多地方去 因为供电的问题停电 有很多人受到伤害 甚至有人命的损伤 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的软弱 人的渺小 天父求祢亲自的 在当中去联敏受灾的人 受灾的家庭 求祢保守他们 让他们有平安 也都保守在灾难当中 要去处理问题的前线的警察 医护人员 消防员 和所有维修的 上帝求祢都保守他们 让他们有平安 让我们真是在患难的里面 我们看见 我们真是要寻求祢 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的上帝 天父求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围到缅甸的一个军事政变 影响到很多人民百姓的心情 我们恳求上帝祢的怜悯 人民百姓的意愿 不得到上面在上掌权者的怜悯 不得到尊重 令到很多人心里都充满愤痕和忧伤 天父求祢亲自的怜悯 为了当中因为强烈的镇压而牺牲了性命 牺牲了家人 牺牲了家园的人 上帝求祢联敏他们 这个世界是主祢所创造的 祢愿意每一个人是平等的在世上去活着 天父求祢按你的公义去联敏 按你的公义去彰显 让极权的国家能够知道人民百姓的重要 让掌权者能够知道祢的地位 因为祢的身份原来之上是有上帝来的 天父求祢亲自去联敏这些国度 世上很多极权的国度 残暴的伤害着人民 让人痛苦 让人去失丧 我要看见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就是当君王领袖他们远离上帝 目中无上帝的时候 我们是无办法得到上帝祢的祝福 天父我们就恳求祢 让在上的掌权者有机会认识祢 让他们有机会经历谦卑 经历向主祢屈室去敬拜祢的时候 天父说 虽然我们这样去祷告 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是很渺茫 是好像很困难成就 但是主求祢就应许我们 应允我们这个卑微的祷告 卑微的祈求 求天父祢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纵使现实的境况 不如我们所愿 不合乎上帝祢的心意 但是我们在当中寻求祢 求祢就联敏我们 保守我们 与我们同在 按照祢的应许 赐福给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去面对艰难 我们同心的祈祷奉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了 今天我们打开聂王几下 我们继续看第六章的下半部分 以及第七章的今天的信息 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 我们其实不难以为上帝的应许 因为上帝的应许 一早就已经写了在圣经里面 无论在知识上面 在我们的理智上面 我们都会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的 投靠上帝的人 会得到祢的保守和祝福 我们凡事都只懂 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紧紧的倚靠祂 进行祂的律法 祂必定会按祂所立的约 去在我们的身上 显明祂的信实 祂与我们同在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 不过 在现实的处境里面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在这个苦难的根前 垂头喪气 我们忘记了上帝的说话 我们甚至乎 对上帝的应许有所动摇 这个是困难的 但这个也是很现实 因为我们真的很渺小 今天 用《荣经文》故事重新提醒我们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 我们接触着上星期 讲了《猎王纪》下第六章的前半部分 我们今天就会继续看看故事如何发展 透过先知 伊丽莎带来一个奇妙的转变 以色列化解了一次外敌的偷袭 不过仇敌始终都是仇敌 阿难王变哈达今次聚集全军 决心要攻打以色列 这个好像是他们无法逃离的一个额魂 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 所以上帝就容忧受敌向他们进逼 我们看第六章二十四节 以及第二十五节 此后阿难王变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上来围困撒马尼亚 于是撒马尼亚被围困 有饥荒甚至一个路头 值银80赦辣 二姓甲子墳 值银5赦辣 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处境 就是这个阿难王变哈达 集合他的全军 要去回以色列的当时一个重要的城市 撒马尼亚 去攻打他 围困的地方 令到那个地方断水断粮 就出现了饥荒的情况 当时饥荒的情况是怎样呢? 饥荒的情况是去到一个炉头 不是我们主食的炉头 是一个炉仔的头部 其实都没什么肉食 价值八十四克 究竟是多少呢? 我找了一些当时的一个 圣经历史的标准 在公元二千年前 当时在受围困的时候 当时工人的标准月薪 大概就是一个四克 八十四克 即是八十个月的人工 才买到一个炉头 按当时的标准 六公升的大麦 在围困城的时候 价值五十四克 而六公升的大麦 大概是一个成年人 一个星期的食量 就是说要五十个月的人工 才可以买到一个星期的粮食 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到究竟有多困难 他当中提到的炉头 应该炉仔的头应该不能吃 因为当时奴子在利味记和生命记 都说到是不洁净的 不可以食用的食物 但是他的头部 没什么肉的地方 都要买到八十四克勒 即是说大概是八十个月的人工 大概是九百克的四克的重量 还有是值现在美金九百四十元 即是一千元才买到个奴仔的头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到两星的甲子份 这里的甲子份 有些历史的研究就说是一种豆壳 不是真的甲子的份别 但也有些历史学者相信 是当时甲子的份别都值这个价钱 所以两种说法 但我们就没办法去知道 这里究竟是用一个代号 还是真的甲子的份别 我们就可以知道 都要用五个月的人工 才买到两星 两星大概是原文 就是说到四分一个卡夫 这个重量的单位 一个卡夫就是1.22公升 这里说的是大概是0.3公升的甲子份 可想而知是非常少的一个数量 但是它要值的银子 大概是五个月的人工 约是现在的六十元美金 当时的饥荒非常大 大到怎样呢 它们要食人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第26节 一日以色列王在丞相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夫叫说 我主我王呀求你帮助 王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 是从和尝 是从走诈呢 王问妇人说 你有什么苦处 她回答说 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天可以吃 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 此日我对她说 要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可以吃 她却将她的儿子藏起来了 王听见妇人的话 就撕裂衣服 王在丞相经过 百姓汉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王说 我今天若用沙发的儿子 以丽莎的头 仍在她行上 愿上帝重重地降伐于我 那时 以丽莎正坐在家中 掌老也与她同坐 王打发一个事后她的人去 她还没有到 以丽莎对掌老说 你们看者空手之子 打发人来斩我的头 你们看着使者来到 就关上门 用门将她推出去 在她后头 不是有她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正说话的时候 使者来到 王也到了 说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以丽莎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世亚世面要卖银一赦克勒 二世亚大蜜也要卖银一赦克勒 有一个参乎王的君长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以丽莎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是 好 我们读到这里 这里发生一个饥荒的事情 是什么事呢?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的时候 有个妇人就跟她说 王呀求你帮我 以色列王就跟她说 上帝都不帮你 我又怎样帮你呢? 她的信仰都似乎很好 她知道真是帮助到人民百姓的 不是她自己 而是上帝 但这个妇人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妇人就说 他们当时饥荒痛苦的时候 一天有个妇人就跟她说 今晚就吃了你儿子 然后第二天就吃我儿子 于是她就煮了她儿子来吃 吃完之后 到第二天 另外那个妇人 就收起了自己儿子 不让她吃 这里说到 吃人这么严重? 是 当时这个饥荒大到 他们会吃了其他人 有这样的传说 也在圣经里面 这里是这样记载 我们都没办法去真实去验证 但是我们会相信圣经里面 提到这个 当时人因为饥荒的缘故 是过着一些残暴的生活 于是这个王 听见这个妇人的说话 撕裂衣服 他心里很难受 披上麻衣 其实真的代表她是非常痛苦 是见到自己的国家 是面对这样的处境 但是她披上麻衣 她不是向上帝悔罪 她披上麻衣 是说到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伊丽莎 把她的头切下来 如果不是这样做 就扣上帝 懲罚我 那就是说这些说话 当时伊丽莎 在家里 长老跟她一起坐 王就打发一个人去 都没到 伊丽莎就跟长老说 她已经知道她来了 那个人打发人来 斩我的头 你看他们的使者来到了 我们关门 不要让她进来 在他后面就是他主人跟着他来 其实 以丽莎说了一个预言 那个使者来到 要杀他的以色列王 亦都在这个使者的后面 来到他的门口 于是 王就来到以丽莎的面前 就跟他说了 他说这个灾祸是从上帝来的 我还为什么需要去仰望上帝呢 以丽莎跟他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上帝说明日到这个时候 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 重新的改变 必然有祝福临到你们 以丽莎说的 是一件好事 说到上帝 会停止这个的饥荒 王都没回答 那个参附着王的君长 就走出来就和以丽莎说 就算上帝开了天上面的窗户 都不能够有这件事发生了 那以丽莎就回应他了 你呢 必定亲眼看得见 但是 你没得吃 这个故事 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镜头呢 转了去 四个 长大麻风的人 究竟发生什么事 在他们身上呢 我们一起看 第七章 第三节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 我们若说进城去罢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罢 我们去投降亚难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活命 就活着 若杀我们 就死了罢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 往亚难人的营盘去 到了营边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 亚难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溃迈客人的诸王 黄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 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张逢 马 路 迎盘招救 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 尽了张逢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 去收藏了 回来又尽了一座张逢 从其中拿出财物来 去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景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最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皇家报信去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亚难人的刑 不见一人在那里 也无人声 只有山着的马和炉 帐逢都照旧 守城门的 叫了众守门的人来 他们就进去与皇家报信 王夜间起来 对神博说 我告诉你们 亚难人向我们 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营 埋伏在田野说 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足他们 得以进城 有一个神博对王说 我们不如用城里盛下之马中的五匹马 打发人去窥探 于是取了两两车和马 王差人去追寻亚难君 说 你们去窥探窥探 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 看见满道上都是亚难人 急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来报告王 好我们看到这里 发生什么事 在城门那里 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就说 既然我们坐在这里等死 不如我们 直接入城 就算 我们坐在这里都是死的了 进去就算被人杀死 都不要紧了 反正都是死 如果那些亚难人 肯接待我们的话 或者我们可以有活命呢 如果他们杀我 我们就死了 于是 王昏的时候 他们就走进去 这个城里面 去到城里面 的时候 他见不到 没有任何人在那里 那些亚难人 那些兵全部不见了 为什么呢 在第六节那里说 因为主使到亚难人的军队 听见这四个麻风病人的声音 就好像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害怕了 难道 是以色列王 与客人和埃及人的王 攻击我们 于是他们就立刻起来逃跑 什么都不记得 拿了 当时逃跑 只是那些人走了 那些马炉 帐篷 全部在那里 他们走了 那些长大麻风的人 来到这个营边 进了帐篷 好像你看到旁边的画一样 走到一个荒废了的 一个地方 他们又吃又带 唯独 没有了亚难人的军队 没有人看守这个地方 他们 就非常 丰富地 拿了些东西 拿了些衣服 拿了些钱 准备走了 但是那时候 他们就跟 对方说了 他们彼此这样说 我们做的不好 因为今天 有好的信息 我们竟然不出声 那些亚难军队走 我们都不出声 如果到了第二天 人家知道 以色列王知道 这个罪 必定会临到我们 所以 好 我们一定要向 我们的 以色列王去报信 于是他们走了 找了那些守城门的 就告诉他们 那些亚难人的营里面 没有了人 所有东西都留在这里 但是 唯独亚难的军队 就走了 守城门的人 就叫了 所有守门的人 就跟这个皇帝报信 跟以色列王报信 以色列王 夜间就走出来 就说 你看看 当然那些亚难人 知道我们饥荒 所以 特意 躲起了 离开了他们的营地 埋伏在田野那里 准备等我们出来的时候 就偷襲我们 等我们 全城被他围困 但是呢 也有一个皇的神博 就跟他说 不如呢 我们用那些 剩下来的马 他们剩下五匹马 这里特别去注明 那个马和城里面的人 都是一样 剩下很少的 已经灭绝了 被打发人 去 窥探一下 于是呢 就拿了两两车和马 王就吩咐人 去追寻这个亚难军 他说 你们去看一下 发生什么事 他们就一度追寻 到约旦河 看到的 是满街上满路上 都是亚难人 急忙逃跑的时候 吊弃了衣服器具 即是他们 走得很匆忙 头也不回 于是 那个使者就回来 就告诉王 听了 故事怎样发展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第十六节 众人就出去 劳略亚难人的刑盘 于是一世亚世面 卖银一赦克勒 二世亚大蜜 也卖银一赦克勒 正如耶布华所说的 王派参赴他的那军长 在城门口坛压 众人在那里 将他踐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王下来 见他的时候所说的 神人曾对王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二世亚大蜜 要卖银一赦克勒 一世亚世面 也要卖银一赦克勒 那军长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 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这话 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 将他踐踏 他就死了 当时 所有人出去 就劳略着 亚难人的刑盘 于是 就正如上帝所说的 说话一样 借着 以利沙口说的 一世亚世面 卖银一赦克 即是说 物价 即刻变得 很低 很便宜 即刻 国家 重新 富裕起来 这些 都是上帝所说的 说话 这个皇 派那个曾经 参扶他 又和 以利沙 说话的人 就说 就算上帝开了天上的窗 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就和那个人说 要他守住城门口 谁知那些饥饿的人 那些人民百姓 去到那里 冲入他的门的时候 就将这个 守城门口的 那个参扶王的君长 就浅踏死了 就应验了 上帝 藉着以利沙的口 所说的说话 就是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是 当上帝的信实和应许 藉着先知 律法书 甚至现代的 是我们的圣经 我们听到的信息 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属于上帝的人 其实真是要安静下来 我们只能够谦卑 静静的 去观察 去看 上帝的作为 而不是 好像这个君长那样 讲一些 基潮上帝的说话 基潮上帝 信息的说话 总是我们现实的境况 不是叫我们乐观 但是呢 当我们 谦卑在上帝说话的面前 我们去 忍耐 我们去留心 上帝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 去顺服上帝的旨意 我们人生里面 未必所有的事情 都如我们所愿的 去发生 甚至乎有时 我们会经历到 困苦灾难 在过去一年的日子里面 我们深信 大家都明白 什么是灾难 什么是患难的时日 我们甚至乎 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 我们失去了 我们一些的亲人 因着不同的缘故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健康 甚至乎呢 有很多令到我们 痛心惋惜的事情 但求主帮助我们 连稳我们 在困难的日子里面 我们 营救 去相信 我们 在患难的里面 求主保守我们的 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口 我们不能犯罪 得罪上帝 我们知道 上帝 必定 有祂的 应许 在里面 必定 是信实的上帝 去拯救 去怜悯 去赐福 尋求祂子 的人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 主多谢你恩典 藉着圣经的说话 你提醒我们 你的信实 你的应许 和你 会赐出人意外的 拯救 和平安 虽然在现世的 境况当中 我们感觉到痛苦 感觉到无奈 和无助 在患难的里面 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没办法 靠着自己 去胜过一切 但上帝求祢就 帮助我们 赐福给我们 有一个 谦卑的心 有一个 信服的心 我们无时无刻 要去忍耐 要去谦卑 在上帝 你的面前 我们深信 上帝你必定有 祝福 临到那些 投靠你的人 临到那些 愿意谦卑 愿意等候你的人 当中 天父就求你 赐福给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为过去的日子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忧愁 我们的忧伤 失去了 我们的朋友 至亲 和家人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难受 但上帝求你安慰我们 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去投靠你 我们仍然的 对你生存 敬畏 和相信你 天父求你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